接下來就是因為我是公務員 現在在為我們不工作 然後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給公務員看著開放資料的一些 技術格式上面的守則 那再說一下我們今天真的超級幸運的 我覺得算是有非常猛包式的進展 原因是因為我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巨人就是容妮 因為容妮其實以前做過一件事情 她把所有各部會的資料爬出來過 然後總共比數是多少 然後有問題的比數是多少 那她其實之前只有做一些自己的分類 那所以她之前也有把一些她覺得有問題的東西 本來就先爬出來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 然後她自己本來容妮就已經整理過她自己工作上面的一些小建議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主要一開始的事情就是 先大量的訪問容妮說 她可以再講得更清楚一點嗎 那我們最後的成果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成果上面的那個連結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實際授權的文件 那今天非常感謝有非常多的朋友幫忙 我們聽說裡面有一半是公務員 然後那個本文件可以看一下 我們大概狀況是這樣 原則性問題之外 我們今天找了十個常見的案例 那有五種是屬於錯誤的 這千萬不能犯 那有五種是屬於瑕疵 就是如果你有做到就是 欸你很棒棒這樣子 你可以有做到更好一點 那就快速看一下好了 像案例大家會給的就是像這樣 像我們這邊可能就會說明說 原本你的資料實質長這樣 CSV打開地對空白嘛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因為大家都是用Excel做 那Excel如果是合併 原本它這邊都是一個儲存格 但是有合併儲存格之後 存成CSV之後就會長成這種不能用的格式了 那所以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你其實應該把你的那個類別 其實就把它全部放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我們大概每一個案例的模式就是講 第一個我們這個普遍的來源 案例來源是什麼 然後它問題是什麼 會寫的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最後就是建議的改法 每一個案例再來講 好那我就快速的過了過去 那常見錯誤2的話就是 大家應該常看到什麼 就是它其實兩份資料 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然後跟它說啊不可以這樣子啊 你應該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再來也常見是那個 電話格式的問題 那有順便跟大家說 怎麼樣把那個格式改成UTF8 然後再一樣是這種很常 大家應該有這種 這其實叫做十一月 就是它把它拆成兩個 那其實就是因為公園 其實我們很常把EXEAL 當成排版用的工具 所以之後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也跟大家講說 這不是排版用的工具啊 這什麼東西 那還有很常見是發現 左上角常常會是空白的 但其實應該也要填藍味 好那以上是屬於錯誤的部分 那瑕疵的部分就是 例如像有一些 纖維樹那個樹脂的痘號啊 就是去掉的話會比較好處理啊 還有那種重複的藍味 當然那是因為它上面可能還有更大的類別 但一樣叫金額 金額 但它上面類別不一樣 但你爬出來都只有金額 所以一樣就是可能在類別上面 要去做一些修正 不過像這種上面 完全不知道它是屬於什麼 什麼欄外名稱的 然後還有分隔的方式 有時候有些是用TAB 它不是用逗號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 你的檔案名稱 改成TSB 或是描述上面要做一些修正 然後還有這種 也是CLGALZ有提醒的 小記跟總記的這種欄位 其實會把整個資料本質破壞掉 其實不需要用Z可以計算出來 好的 快速的過過大概十個案例 把它寫得清楚一點 那我們還有歸結出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那原則性問題是像剛才講到的 其實現在大部分公務員 我們在做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是一個Excel檔 然後就把它轉成CSV檔 然後就直接把它上傳 其實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們其實有給一些建議 就是速成的解法是 未來其實與其你支給CSV 你不如把原始Excel檔給上傳 這樣你才看得出來 原來的那個合併儲存格的關係 那當然有一個資本解法 就是奧克明有提到說 未來如果各位就是下次的大宗 可以推分說做一個功能 是把一個檔案上傳上去之後 可以初步判斷 它是變成CSV它是可接受的 還是它需要經過其他處理 就如果有這樣子的功能 是對公務員有幫助 那我們最後留了一些東西 就是說有一些其他貢獻想法 還有一些我們還沒有完全整理好的案例 那就歡迎大家 如果上面十個案例有cover到 沒有cover到一些你碰過的問題的話 就歡迎你可以把你的案例提供上來 那如果這邊今天在場的公務員 就歡迎把這份文件 分享給自己的同事 問他們看不看得懂 那如果看不懂 我們就下次大宗的時候再來說吧 好 先這樣子 好 謝謝 恭喜 還有自己協助的公務員 公務員跨機關協助應該是一個 非常罕見的